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酱香浓郁 软糯可口的烧茄子 好 我们先来处理茄子 茄子去头去尾 您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茄子 各种类型的茄子都可以 但是要把它切成这种稍微厚一点的圆片 最好像我这样的圆片 大一些的圆片更好 出来的效果更好 然后每一个厚圆片 我们都从中心部分 您看我 拉几刀 我给您再做一次示范 像这样 不要切断头尾 在中心的部分 中间拉几刀 这样出来的效果 炖出来的效果 特别的软糯 下边我们来用绿豆淀粉 最好是绿豆淀粉 来包裹一下 切好的茄子 让它都裹上淀粉 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 鲤鸡肉 猪鲤鸡肉把它切成薄一点的斜片就可以了 好 我们加调料 先加一些生抽或老抽 然后再加点味淋 这就是味淋 接着放一点白糖 再抓绿豆淀粉 再抓绿豆淀粉 把它抓匀 我们一般处理猪肉的时候 调料的时候不放料酒 放料酒以后猪肉的味道不好 然后我们要加一些蚝油 再加一些食用油 把它调匀 这样非常的嫩软嫩 而且又不粘锅 下边我们来处理一下 蒜 四五瓣蒜吧 然后呢 我们像我这样用刀背按点就可以了 这样更容易入味 更容易使菜入味 好了 点火做锅倒油 倒适当的一点油就行 然后把包裹好绿豆淀粉的 茄子呢 我们在锅里这样 煎一煎 有的茄子没有被油包裹 没有关系 然后过这么一分半钟 您看我 把它晃一晃锅 煎到这种金黄焦酥的状态 您都可以闻到 都可以闻到这个香味 已经香味四溢了 甜甜的 被煎熟的 茄子的味道 就飘逸出来了 好了 下边我们来 把茄子盛出来 倒一点油 放两个大料 大料花 先炒 处理好的里鸡肉 里鸡肉炒熟 把茄子放进去 然后来一勺面酱 一大勺面酱 这道菜有面酱的酱香味 然后呢 加一点水 撒一点糖 汤汁开的时候 我们再加一点生抽和老抽 稍微让它都灼上颜色 搅拌两下 不要煸炒 然后我们再炖一些水 不要太多 不要没过茄子 您看我的水跟茄子平齐 然后盖上锅盖 中小火炖这么五分钟左右 打开锅盖 我们再加一点 番茄沙丝 开炒 加一点开炒 然后 再炖这么两三分钟 让它的汤汁收干 接着拍好的蒜放进去 中小火再炖 因为它有绿豆淀粉包裹 所以呢 汤汁特别特别的浓郁 酱香 而且特别粘稠 好 最后关火 撒上小葱末 出锅 这是一道啊 最省油的 我们做烧茄子的 最浓郁的酱香味 十足的做法 那味道啊 可以说是十里飘香啊 好了 希望您喜欢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